好,我們上禮拜上到第四章 那,我好像有點忘記,我們上到四字一而已嘛 是不是 好,機率的部分 一開始,當然這些對你們來說,可能有些在高中都學過了 那,不過有些基本概念像是樣本空間 什麼是樣本空間,因為這些都是所謂的在機率的概念裡面很重要的一些基礎概念 什麼叫outcome,什麼叫初向,什麼叫機率實驗 這些都是我們上禮拜應該有提過了 那,這邊很快的go through 一遍 那,這些東西當然跟我們的距離會很有關係 那這些是我們之前的例子 那我們可以利用樹狀圖的概念來去做一些分析它的一些outcome 它的初向,初向的這些概念 這個我們上次都看過了 那,搭配樣本空間 搭配樣本空間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event,一個事件 那這個event是什麼概念 event其實就是在某一個樣本空間裡面 它某一個特定的機率實驗,它的這些outcome的結果 叫做event,那event包括當然你可以是簡單的 可以是比較複雜一點的,複合的,合成的 這些都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這些event就會有對應的所謂的發生的機率 那我們去討論某一個event,它的機率的時候 基本上有三種方法 那我們上禮拜大概把這幾種方法提到 包括古典機率的方法,或者所謂的相對頻率的概念的方法 或者是主觀的機率的方法 這個上禮拜提到的這三種 那我們也看過古典機率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還有所謂的頻率的這種所謂的機率的概念 那古典機率當然它假設最重要就是它的所謂的機會均等 就是每一個outcome,每一個outcome它發生的機率時間是一樣 那這個就是它古典機率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那最後它算出來的就是利用,其實也是利用所有的 它的機率的,機率其實就是一個百分位數的概念 它就是所有的這個樣本空間的所有的outcome 分支什麼,這個event裡面的outcome 這個就是它的古典機率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法 這個探討機率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我們上禮拜都看過了 就很快的跳過 那當然這個機率我們一般來說就是零在一之間 這某個event發生的機率就是零跟一之間 那零代表不可能發生,一就代表一定發生 類似這樣子概念我們上次 那什麼叫漁補事件,complementary 那complementary event就是 不在這個event,其他的outcome就叫做complementary 那我們符號是用ebar 那這叫漁補事件 漁補事件當然跟相加起來 跟你的event相加起來會等於1 所以它可以得到這兩個其他的公式 那另外我們說第二種方法來探討機率就是經驗 就是它的觀察頻率,利用觀察observation 那這observation的概念有一點 也可以你把它 特別把它做成經驗也OK啦 就反正它是觀察的某一些事情得到經驗 那它就是利用一種分配的概念 就是我們前面幾張學到的那個分配的概念 就是分配的總頻率分支組別的頻率 這樣子可以當成是一個所謂的經驗的機率 那這是根據觀察嘛 根據observation 所以是n分之f 那這個我們上次看過了 那大數法則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假設的某一些機率 它只是一個理想狀況 那你如果在真的去做這些try 機率實驗的時候 你可能要那個try的次數要夠大 它才會接近於我們所謂的這種 不管是古典機率也好或經驗機率也好 所得到的經驗 這個叫大數法則 那最後我們談到的就是主觀機率 主觀機率這個當然就沒什麼好講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個人的 個人的know how去判斷的結果 好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好像談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些機率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規則 首先看這個所謂的加法規則 那加法是在談一個概念就是說 它談某些事件 它的機率是用可以用相加的這個得到的結果 當然這些事件可能是一個什麼 可能是一個compact 就我們剛剛說的它是一個複合的 複合的這個複合的事件 那這些複合的事件 它有可能彼此是所謂的mutual exclusive 就互刺 那當然這個顧名思義很簡單 互刺的概念就是什麼 它發生我就不會發生對不對 就是我隨火不容 隨火不容的概念 所以它沒有共同的outcome 沒有共同的出向 這個就是所謂的互刺的事件 好那這邊有幾個概念 互刺 這裡面是不是互刺呢 ABCD 來看一下 A A是什麼 是不是互刺 來 王養葵 不是 你不是王養葵 為什麼不是 因為大於學生用文字 對啊這個好像 把你們當小學生看 不過其實人家美國大學就學這麼簡單 好第二個B 文子傑 B 文子傑 A跟O不會 是互刺嘛 就當然這個 很笨的問題 好 國家委 C 看得到嗎 不是這樣 不是互刺事件 不是互刺事件 不是總是要講個原因啊 小魚山是有激素的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不是互刺 來最後一個 胡家如 是 是 是 好 這個都是小看各位的事例 不過這個只是 只是讓各位有一個概念 什麼叫Mutrius Cruci的概念 好 再來看 還有 呼克牌 ABCD 當然這個答案都告訴你了 早知道這邊應該先把它蓋起來 讓你們玩一玩 得到國王跟得到方塊 是不是互刺啊 應該不是啊 應該不是啊 這個牌子應該稍微要改念 有一點概念才知道 國王跟方塊其實是有的 好 得到四點又得到國王 那當然這個就是什麼 這是什麼 B 得到四又得到國王 是互刺嘛對不對 得到人頭又得到梅花 是什麼 不是互刺 得到人頭又得到死 那當然這是互刺啦 所以這個都很簡單的概念 好啦 那講這個Mutrius Cruci的 Event的概念 就是說 這兩個Event如果是Mutrius Cruci 那我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Compound 變成一個組合的事件 我們上次不是說過 事件有簡單事件 也有複合事件嘛 那當你把它組合起來 用什麼 用And或者是Or的概念 去組合起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一個Compound的Event 那對這個CompoundEvent來說 當如果AV這兩個事件 是互刺的時候 那我要算它的機率 就是Probability of A或B 那A跟B是Mutrius Cruci的話 那它的總的機率 Overall的這個機率來說 它就是什麼 用把A跟B個別的機率 相加起來就好了 這個 相信你們以前 應該可能也有 或多或少都有看過 那 所以 這個是 第一個叫我們所謂的 加法規則一 是互刺 但是如果它不是 如果是互刺的話呢 它如果不是互刺 我們要算它的A或B的 這個 複合的事件的機率的話 那這時候就必須要 用這個概念 類似用集合的概念 是把A跟B的機率相加起來 再扣掉什麼 扣掉A and B A且B的機率 這個是類似集合的概念嘛 所以用集合的概念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種 什麼叫凡事圖的概念去看 那A跟B 互相互刺的話 它在這個空間 集合的空間裡面 它兩個機率是互相 沒有彼此 Cover 彼此的對不對 那所以在算它的 ALL的話 就是把它相加起來 那當你如果是有 不是Mutual exclusive 是有 有相關的話呢 那這時候呢 你的A或B 就會等於是什麼 利用集合的概念嘛 A加B 然後扣掉重複算的 這個什麼 A and B 那得到就是它的 不是互刺事件的 這個組合的機率 這個就是加 所謂的加法的兩個規則啦 好 來看這個題目 這是什麼 咖啡店對不對 那這咖啡店呢 這某一個區域啊 有酒間咖啡店 有三家 Starbucks 兩家 這家 這個不知道 Taribu Taribu 這個 可是也許美國 也是很有名的啦 然後還有一家 Crazy Machu 這個 這三種品牌啦 那如果換算到 不是換算啦 換來台灣的話 這個可能就 就選擇性更多樣了對不對 反正這只是一個例子 那所以如果他隨機去買一杯咖啡 那他要求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說 不是挑到 Starbucks 就是挑到 Crazy Machu 不知道是 Maccow還Machew 有沒有比較會唸的 有沒有喝過這種咖啡 反正就是這家咖啡店 不是挑到A或挑到B啦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事件它的機率是多少 就這樣 那這兩個你要先判斷 這兩個是兩個 Event嘛 你要挑到Starbucks 或挑到這個Crazy Machu 或Machew的這個咖啡 這兩個Event是什麼 是 互刺嗎 還是 不是互刺 很簡單啊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互刺的嘛 就是Mutrious Crucif 那既然是Mutrious Crucif的話 那所以 不是挑到A就是B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 用口語來說 不是A就是B 那是口語的說法嘛 那如果換成數學 或者統計的說法 它就是什麼 就是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 要能夠把 口語的一些 說法 能夠轉換成這種 數學的 呈現的方式 所以 基本上是互刺的 然後這個 它要你的 這個Compound的Event 它基本上是 或的概念 所以就是 Probability of Starbucks for Crazy Machu 這樣子的概念 那 所以它是互刺的 所以就是把 個別的Event 的機率相加 那 那個別Event的機率相加 個別Event的機率 基本上就是用什麼 用頻率的概念 總共的咖啡店 就是幾家 9家 那星巴克3家 這個Krisma2 4家 所以9分之3家 9分之4 它個別的機率 相加起來得到 就是它的什麼 O的這個概念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 有時候當然 理論很簡單 但是你如果把它 轉換到 用描述的 就是你把一個事件 去把它描述出來 轉換 要把它轉換成 用我們學過的 這些公式去算的話 那你 你還是要思考一下 要想清楚 好 再來看一個例子 R&D R&D 知道什麼意思嗎 R&D是什麼 什麼 研發 研發嘛 大家知道 R&D 那有三家公司 一個是 USD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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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家都是美國 還滿大的 滿大的公司 那這些公司 那這些公司裡面 他的R&D的員工數 是在這邊 那這邊 那這邊 很簡單啦 是說隨機挑選一名 R&D的員工 那受固於 這兩家 受固於 USD 或者 Alco的這個 這個這兩家公司 他們的 R&D的這個 人員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兩個 Event 也是一樣 是什麼 是什麼 Event 也是互次的嘛 那所以是互次的話 那你基本上 就把個別 Event的機率 找出來之後呢 相加 那當然 Portal的R&D的人數 是 加起來是 1110 然後 USD 110 然後呢 這個Alco 然後相加起來 這個就得到這個答案 很簡單 好 冰淇淋偏好 好 這個冰淇淋 美國人是蠻喜歡吃的 所以美國人都很胖 因為他們都喜歡吃高熱量 所以 有8%的人喜歡吃什麼 餅乾 魚 奶油 冰淇淋 那 6%喜歡 薄荷 巧克力 碎片 冰淇淋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一樣挑一個人 這個人 不是喜歡這個 就是喜歡那個 的冰淇淋 他的機率是多少 那當然這個 這個題目我覺得 也有點主觀 就是看你怎麼去認定 就是說 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冰淇淋 有8% 喜歡另外一種是6% 那現在我們要跳出 不是喜歡他 就是喜歡他 那這時候 看你怎麼假設 那你會說 當然最簡單就是假設說 我喜歡這種冰淇淋 我就不會喜歡那種冰淇淋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就是一個 Mutual Exclusive 但是有沒有可能說 他喜歡這個冰淇淋 又喜歡另外一種冰淇淋 好像也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喜歡 應該一個人不會只喜歡一種口味 那但是這邊當然 如果我假設他是 互刺的 當然最簡單就是 把他的機率相加起來 就對了 因為課本認為他這是互刺 但是你也可以去挑戰課本 你也可以去挑戰他 課本講的不一定對 所以你要自己要去想一下 就像剛剛說的 冰淇淋你喜歡這種口味 難道你不會喜歡另外一種口味嗎 好 但是如果你是假設 是後者 就是我們說的 他會喜歡兩種口味 那你要去算他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複合事件的機率的時候 你就要額外去調查什麼 額外去調查喜歡A 而且喜歡B的機率嘛 這樣你才能夠去算出 這個複合事件他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挑戰他 但是挑戰完之後 你要怎麼去解決他 就是你還要去調查一些 額外的資訊就對了 所以 有時候事情不是只有很單純這樣子 你有時候想深入一點 這個叫Critical thinking 你認為他不對 那你不對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你要額外調查 額外的資訊 然後才能夠去 泡這個我們需要的公司去做 假設他是 兩個Event 不是互相排斥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要額外去調查 喜歡這種冰淇淋 又喜歡另外一種冰淇淋的機率是多少 那當然你就要花 actual effort 額外的力量去做這些分析調查 好 這是這個例子 再來看這個 好 從一副布克牌抽一張 求出是A或者是黑色牌的機率 好 這個都很簡單啦 黑 A或者是黑色牌的機率 那這是兩個Event 然後組合起來 所以是一個組合或是複合式的Event 那這個是 這兩個機率是怎麼樣 這兩個Event是有沒有互次 有沒有 沒有嗎 這邊還想那麼久 沒有互次 沒有互次的話 當然你就需要用什麼 用我們的加法規則 的第二個規則 就是它會有overlap 那這個時候你就變成是A或者是 黑色牌啦 所以你就把它利用這個 剛才我們看到的公式嘛 Probability of A 跟Probability of黑色牌 然後再去扣掉 Probability of黑色的A 那這些機率基本上 因為它都是用古典機率去看 所以你就很簡單啦 用古典機率就假設 每一個alcon 是同樣的一個 機率的概念 所以 Probability of A就是 52分之 52分之4嘛 4張A嘛 那黑色牌呢 黑色牌 我們一般牌不是黑 就是什麼 就是紅嘛 還有沒有其他顏色 應該沒有啦 所以黑色牌的機率應該是多少 26張 所以是52分之26嘛 那你要是黑色又是A的 那當然就end嘛 那這個end 這個event很簡單啦 又是黑色又是A 就是黑色的A的機率是多少 就兩張嘛 就把它扣掉之後 得到就是它的牌 所以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不是互試事件 它的組合 它如果是要傳兩個不是互試的 或的這樣的一個event的組合 那當然就是用到我們的第二個規則 第二個加法規則 第二個加法規則 好 所以其實都很簡單 不過這邊比較好玩的是 護士 八位護士 五位醫生 那其中七位護士跟三位醫生是女性 那這時候我們要隨機挑選一位醫護人員 我們要求出這個挑出的是護士 或者是男性的機率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會是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你先把它的這個 概念先把它澄清了 八個護士 五位 五位醫生 那 護士跟醫生現在都有男有女 對不對 因為現在護理器也收男生嘛 所以男生也可以當護士 對不對 那女生當醫生 那當然更多 現在女生當醫生的比例也很高 所以我們把稍微 剛才的這些字呢 這些描述 你把它整理成一張表去看也比較清楚 那當然這是你自己可以去內部作業的 所以你把它的剛才的這個 剛剛說樣本空間 概念 好 女性跟男性 這是一個分類 然後另外一個分類就是護士跟醫生 那按照剛才說的八位護士嘛 八位護士 裡面其中七位護士是女性 所以護士七位是女性 男性是一位 所以加起來是八 醫生是五位 然後其中三位是女性 兩位是男性 那所以加起來是五 那所以這樣算過去是這樣 八跟五 但是你也可以重項去加嘛 所以女生的醫生跟護士就是十 男生的醫生跟護士加起來就是三 看起來這個職場裡面 或者是這家醫院裡面 女性的勞動力是比男性高 對不對 所以這樣弄起來之後 我們現在要看到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要挑到護士或者是男性 挑到護士是一個event嘛 對不對 那挑到護士這個event的機率是多少 先判斷了 這兩個會不會是 是護士的 不是啊 因為剛剛就說了 護士跟護士有男有女嘛 那醫生有男有女 好 那現在來看 那這不是護士的事件 好我們現在來看個別的event的機率 挑到護士的機率是多少 挑到護士 那護士就是八嘛 那total是多少 total是13嘛對不對 所以十三分之八就是護士的機率 那挑到男性的機率多少 一樣十三分之 這邊就有三位 所以十三分之三 那他的overlap 因為他不是護士的 所以他有一個重點 就是男性而且是護士 男性而且是護士 看這張表演清楚 就只有1嘛對不對 所以呢就扣掉十三分之一 那得到結果就是 這個複合事件它的機率 十三分之十 好 這個都很簡單 好 酒後駕車 酒後駕車 當然這個 這個反正都會發生啦 所以他們有一些統計數據 不過他特別強調是新年除夕的那一夜 新年除夕 新年除夕那一夜比較會喝酒對不對 為什麼 新年除夕為什麼會喝酒 開心 celebrate 對不對 要慶祝嘛 所以很多新年除夕 那在台灣來說就是什麼 反正任何的假日都會 都很容易這樣子 好啦 為了一些 celebration 所以都會喝酒 那酒後駕車呢 當然不好嘛 對不對 但還是會發生啦 所以你看 我不曉得這個數據是真的還假的 酒後駕車的距離 至少在這個數據來看 是0.32 0.32應該算 就是說我喝完酒又去開車 這個距離高不高 算不低啦 那 這是酒後駕車啦 然後車禍的機率 這個車禍機率當然沒有特別說 強調是什麼 酒後駕車 它只是泛指一般的車禍 就是在新年除夕那一天的車禍的機率 所以它不是因為 沒有先 這個車禍的機率不是說因為喝酒 開車發生車禍 這是一般車禍的機率 好 那真正的酒後駕車發生車禍的機率 是另外這個 所以 車禍機率是0.09 酒後駕車的機率 車禍的機率是0.06 好 那這樣子的話要去看它的 某人 酒後駕車 或者是發生車禍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兩個 酒後駕車或者是車禍 所以這是兩個event 對不對 那酒後駕車跟車禍的機率 這兩個event 這兩個event是什麼 是有護次嗎 還是沒有護次 有沒有 沒有啊 對不對 因為你酒後駕車就有可能發生車禍嘛 你的車禍可能不一定是酒後駕車啊 你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 因為什麼 今天早上就看一個新聞 一個客車 客 客車 大客車的司機 開車 要怎麼樣撞死一個桌球國手 桌球吧 桌球吧 手球啊 看錯了 眼睛不太好 看 我看到是桌球 手球 那他的司機 後來說原因是什麼 他不是喝酒啊 他是因為身體不舒服啊 對不對 所以 車禍的發生原因不一定是什麼 酒後駕車嘛 對不對 所以酒後駕車或者是車禍 這兩個事件是怎麼樣 有沒有護次 有沒有啊 所以你要先判斷這件事情啊 判斷完之後 你才能夠繼續往下做嘛 所以酒後駕車 還有車禍 這兩個事件基本上不是 不是護次的 因為你有可能 酒後駕車發生車禍嘛 對不對 那你發生車禍 有可能是 因為酒後駕車 有可能不是因為 所以他不是互相排斥的 那既然不是互相排斥的 所以你要算 這兩個event的組合 or 貨啦 那這時候就是把它相加 減去他們and的結果 那正好這邊的資料 都提供你這些資訊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算 酒後駕車的機率是0.32 加上車禍的機率是0.09 然後再扣掉他們and 是0.06 所以他都提供你這些資訊之後 你當然就可以算出 酒後駕車或者是車禍的 機率是0.35 那這個是在特別針對某一天 針對某一天所得到的一個 統計的一個數據 OK 好 所以這個是課本後面的一關聯應用體 回去自己看一下 回去自己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的就是一個 加法規則 就是機率的加法規則 那之後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乘法規則 還有這時候會加入一個比較重要的 叫條件機率的概念 所以剛才是加法 現在要看乘法 那沒有減法 沒有減法 沒有減法 好 乘法 剛才的加法規則 我們談到的事件的keyword是什麼 有沒有互刺 對不對 有沒有mutual exclusive 這個event有沒有mutual exclusive 是跟加法有關係 那如果我們接下來來看 另外一種概念 在談這兩個事件 就要談所謂的獨立的概念 independent 那independent呢 有 independent的概念大概 大家知道了 就是說以前你們在 不是以前 對啊 你們如果是大三的話 任何的數學 數學函式裡面不是y等於functional of x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y是什麼變數 y是dependent 然後x是什麼 x是什麼 自變數 自變數就是什麼 就是independent嘛 對不對 知道嗎 自變數叫independent嘛 不知道 真的還假的 自變數叫independent 是不是 要有一個基本概念 學完 學完一些東西 你們雖然可能都忘光了 但是有些基本的概念 要只記得 independent就是 那你y等於function of x 那個s叫independent 為什麼他叫independent 為什麼他叫independent 他為什麼叫自變數 只有金來宏最敢講 對不對 他會講 他什麼 他沒差 他隨便自己變 對不對 自變數就是隨便自己變嘛 他獨立於其他的變數 所以他不會因為其他變數而改變他嘛 那像y就是自變數 就一變數啊 那一變數叫dependent 因為你的x變 他y才會跟著變嘛 那x怎麼變 x隨便他自己亂變啊 所以他叫自變 那自變數的意思就是independent 就是獨立於他 independent 於其他的變數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變他 所以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那所以 我們這邊在談這個independent的概念也是這樣 叫做independent的event 他這個事件是一個event 那這個independent event 他是要加s 那基本上他是比較兩個事件 比較兩個事件 那兩個事件 如果我們說他是一個 是independent event的話 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兩個事件彼此發生 不會互相干擾 就是說我的A發生 不會因為 因為我的A發生 來影響到B的發生 那發生的當然就是他的outcome 他的結果 所以這個概念就叫independent A跟B兩個event 這兩個event 不會因為彼此的發生 而影響到另外一個event的發生 那這叫independent 概念是這樣 好 那待會我們看例子就很清楚了 所以先有這個概念 就是兩個event的發生 彼此不會互相干擾 這叫獨立事件 叫independent event 好 最簡單的 我們看例子 好像這個丟銅板 丟銅板 丟銅板 你丟 這個丟銅板跟丟骰子 你丟銅板跟丟骰子 這兩個事件會不會彼此干擾 會嗎 除非這個銅板跟骰子之間有什麼 什麼磁場去連結 不然這兩個 基本上我先丟銅板再丟骰子 這兩個事件 看起來應該是什麼 這兩個 這兩個機率實驗 應該是獨立的 那我們現在要求什麼 求說好 丟銅板再丟骰子 那我們要求兩個event 這兩個event是看到銅板正面 跟丟骰子4的機率 銅板得到正面跟骰子得到4 這兩個event 這是兩個event 這兩個事件 這兩個事件的發生有沒有會彼此影響 我會不會因為丟到正面 丟到一個銅板正面4 會影響到我接著丟骰子得到4的那個發生的機率 應該是不會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independent的概念 所以得到正面4 跟得到後面的骰子4 這兩個是不同 是不會互相干擾 那這就是independent event 那既然是independent event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算它的這個 這個複合事件 就兩個獨立事件 那我把它算它的a and b 用and這時候就是類似聯集的 集合的概念 交集的概念 a and b的概念 去把它交集起來 得到的這個複合事件 它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時候你就要適用乘法規則 就是我們機率的乘法規則 就是變成是probability of a 乘上probability of b 這樣子 好 所以是mutual exclusive 不是 independent event的話是這樣子 independent 而且是a and b a and b 那是a乘b 那所以按照剛才 這樣子的一個公式 你再看這個東西 得到正面跟得到4 那得到正面的機率是多少 丟骰子的要正面的機率是多少 二分之一啊 對不對 因為你只有兩種outcome 那其中的一個outcome 就是二分之一嘛 那4呢 骰子 骰子的丟骰子的out 所有的樣本空間是多少 6啊 那你的得到4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event 所以是1嘛 所以二分之一乘六分之一 所以得到正面4 而且得到骰子4點的機率就是多少 十二分之一啊 就這麼簡單啊 這叫mutual exclusive 好 扑克牌 也是一樣 這邊比較特別啊 注意 從扑克牌抽一張 然後再要放回去喔 然後再抽一張 這個要取後要放回啊 取後放回 那取後放回 再抽一張 所以你要求出第一次 你第一次抽的時候看到 一個queen 第二次再抽到A的機率 那這兩個event 這兩個event 這兩個event是不是獨立的 這兩個event是不是獨立的 應該是嘛 因為你扑克牌總共就是 多少 52張 52張你抽了一張之後 但是你有把它放回去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 抽完之後有放回去 你的樣本空間還是52嘛 或是你的 你的可以取樣的這個還是52 所以是不會影響到 第二次你再抽的時候 它的機率啊 因為樣本空間都維持是52 如果 如果你把它抽完 然後不放回去 抽完不放回去 那你的樣本空間就降了 所以代表你的第一次的event 會影響到第二次你再去抽的那個event 那這個時候就是什麼 不是independent 那時候就是一個相依的事件 所以這是有差異的 但是我們之後也會再談 因為你的現在的樣本空間 只有52張那個牌嘛 那52張牌的話 當然它的樣本數比較小 那所以我們取後 就是說你把它取樣抽出來之後 有沒有放回去 會影響到下一次的取樣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就會 有沒有放回去 就會影響到這兩個事件 是不是相依 是不是dependent 或是independent 那對這個問題來說 它就是取後範圍 所以它不會影響到第二次事件 所以這時候它就是independent 那所以既然是independent的話 所以抽到A的機率是多少 52分之4 抽到皇后的機率也是多少 先抽到皇后啦 抽到皇后是52分之4 那接下來抽A 因為還是52張 所以抽到A的機率 還是52分之4 所以這兩個是independent 所以抽到皇后A 也抽到 第二次又抽到A 的這樣的一個機率 就是把它的什麼 機率相乘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麼小 169分之1 懂不懂 那當然這個是要取 抽完之後放回去 讓它變成相依啊 變成獨立 那如果抽完不放回去 抽完不放回去 就變相依啊 相依啊 但是我剛剛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的樣本空間很大 我今天如果是幾百萬個樣本 或者說反正很大 十幾萬個樣本 那我今天去取樣 取一個出來做問卷調查之後 我接下來再去取一個樣 做一個問卷調查 那理論上是 你不會再去取到 剛才的那個抽樣的人嘛 就像你今天如果去 假設你們 有去給你們計畫學之前 有沒有去做過什麼 做過問卷 沒有 可以聽說他們這些大一 大一 大一 是不是你們這些啊 你們計畫學 是不是有去做什麼 訪談啊 有去訪談嘛 是喔 對啊 那你去訪談 像有時候他在做抽樣 你訪談完之後 通常你不會再去訪談 同一個人嘛 就是你取樣那個人 那當然 當然如果你的樣本 數很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去 就是你已經訪談完這個人 對不對 這個人訪談完之後 接下來你不會再去訪談 同一個人 那這樣的感覺有點像是 取樣 我先把這個人取完 取樣取出來之後 問完之後 我就把他 類似把他抽離出來 這個樣本 那我再去接著訪問第二個 那這時候 訪問第二個的人 那個的機率 說實在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這樣概念來說 他是取後 取後不放回 那既然是取後不放回 其實第二個人 他的取樣的那個機率呢 其實是 是相依的概念 但是因為你今天的母體樣本 如果夠大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的問卷 如果先取一個樣來問 然後接下來再取第二個樣來問的時候 這兩個事件 是可以把它視為是相依 視為是獨立事件 雖然他的理論上來看 是應該是所謂的相依 因為你取完之後 這個人已經被排除掉了嘛 然後接下來再從那一群裡面 再取另外一個人 那感覺上就是相依的概念啦 那但是因為你的樣本數夠大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會把這種情況之下 這樣的取樣的事件 兩個事件 也是把它當成是獨立事件來看 這個會 我們待會兒也會看到 所以先事先跟你們講一下 所以先看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你的樣本數很少 52個嘛 所以你取後 取後有沒有放回 就會影響到事件 他的所謂的獨立或相依 獨立或相依 好 這邊另外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三顆紅球 兩顆籃球 五顆白球 那你去選一顆球 選完之後呢 再去記錄他的顏色 再把它放回 所以這個也是取後放回 放回 再去挑第二顆 然後記錄他的顏色 好所以有兩個事件 第一個事件 是第一次取 取一個球出來 然後看他的顏色 然後接下來放回去之後 再去挑第二顆球 然後同樣記錄他的顏色 所以這兩個event 那這兩個event 基本上因為是取後放回 所以是相依還是獨立 應該獨立啦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看這兩個事件的幾率 挑到兩顆籃球的幾率 藍色的球的幾率 那就是藍色的幾率 看是多少 藍色是多少 total是十顆球 十分之二 所以十分之二乘以十分之二 乘法規則 所以得到的幾率是二十五分之一 那藍 挑到一顆藍色 再挑到一顆白色的 那一樣他是獨立事件 所以是十分之二是藍色 白色是十分之五 所以得到相乘的結果十分之一 然後最後一個是紅球再藍球 那紅色的是多少 十分之三嘛 然後藍色十分之二 所以兩個相乘 得到結果就是五十分之三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要談到的 這個 有一個民意調查 那當然民意調查 基本上他的sample 理論上是全 看你今天設定的區域是多少 那今天他設定是美國 那美國 美國多少人 美國多少人 我也不太知道 美國人多不多 幾億吧 美國有幾億是嗎 有嗎 那你手怎麼了 非常 被撞 被撞 美國大概應該有沒有 三億兩千萬 三億兩千萬 真的啊 有馬上查是嗎 好 那反正他要取樣是美國 他反正他已經做了一個調查 他說46%的美國人 每週至少有感受到一次極大的壓力 好 每週至少一次 啊你們幾次 每半次 每天都很愉快 還是每天都很痛苦 每天都有壓力 啊 啊 還行啊 還行啊 還行的意思是什麼 一次而已嗎 一次而已嗎 啊 每週壓力大不大 好 反正這個是一個統計的結果 每週感受到一次極大壓力 然後接下來你要隨機去挑三個民眾來做問卷 或者來做訪問 那這三個民眾都說每週至少感受一次壓力的幾率是多少 好 好啦 所以 這是什麼 你挑三位民眾 挑三位民眾 那當然你這挑三位民眾的過程中間 挑一個民眾來問這是一個Event 然後再挑第二個民眾來問 那這個東西 他是獨立的還是相 還是相依的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抽 抽紙牌的 或是抽什麼球的那個概念來看 你去問卷問完之後 這個人還會不會被你問到 通常不會再被問到 因為你如果是美國三億兩千萬剛說嘛 你如果真的是Random 如果是一個Random的一個概念來說 理論上 你抽到一個之後 你接下來再去抽 該不會抽到 不會再抽到他嘛 那這樣子的概念的話 如果是這種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那你去取這三個樣來看的話 那這三個 取這三次樣本的事件來看的話 他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獨立的事件 因為你不會再問到他 感覺上有點就是取後不放回嘛 就是抽牌抽完之後不會放回去那個概念 那抽牌不會放回 照理說你就少一個樣本啦 少一個樣本你再去取樣 當然這個第一次取樣的樣本 因為你已經取掉一個樣啦 你已經扣掉那個樣本啦 那你再去取樣的時候 第二個取樣的樣本的機率 當然會有可能會影響到嘛 但是因為你的樣本數太多啦 你知道嗎 你樣本數太多的情況之下 你再取第二個樣 感覺上那個那個影響 就是你第一個取樣把它拿掉之後 那個影響到你的樣本的量不會太大嘛 如果要按照比例原則來看的話 他可能搞不好只是一分之三億兩千萬 那幾乎很小 所以可以忽略掉嘛 所以第二次取樣 你也可以把它視為是什麼 視為是取後放回的概念 懂不懂 雖然它是取後不放回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是因為你的樣本數夠大 所以它會變成是類似 每一次的取樣類似是取後放回 所以每一個取樣就是一個類似獨立的事件 這樣聽懂嗎 聽懂齁 好 所以這三次取樣我們都把它當成是獨立事件 那都當成獨立事件 所以它的機率就是什麼 它就是說 這個活動是說每次都感受到極大的壓力 至少都感到 每週至少感到一次壓力的機率 那這個是百分之六 是已經統計出全美國的這樣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要連續抽到三個 都同時要三個都說 他是有感到一次壓力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就是三個end 那三個end當然 三個end跟兩個 跟一個end什麼 不是啊 剛剛是三個event 跟兩個event其實一樣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s and s 就是stress stress 那s and s 就是當然就是什麼 兩個 兩個樣本的stress的機率 所以是p of s 乘上p of s 那完了之後這個把它當成是一個event 再去跟後面的s再去做一個 那同樣的它還是獨立的 所以還是再把它乘上去 所以今天你不管是幾個end 只要它是獨立的事件的話 只要它是獨立的事件的話 它是 它的機率是可以直接 直接把它直接相乘起來 所以我們這邊有三個 就是三個event 而且是三個event中間都是end的話 那又是獨立事件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機率相乘就可以了 直接相乘 所以得到結果是9.7%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跟我們剛才的那個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把它視為是 雖然它是取後不放回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視為是 所謂的獨立事件 independent event的概念來看 好啦休息一下